这是悠悠的第一个生活日常记录 昨天在市场上买了不少桃子 今天就用桃子做下午茶 清凉的桃子汽水 配桃子牛奶小方 桃子用清水洗净 桃子牛奶小方的食材准备好 桃子去皮切丁 用半颗柠檬挤出柠檬汁 锅子里加入切好的桃子丁 白砂糖柠檬汁 清水 小火慢煮 贴取柠檬汁 熬到软辣后关火 桃子果酱就做好了 盖上盖子 放进冰箱 冷藏保存 舀五勺桃子汁 锅里放入玉米淀粉 牛奶 桃汁 大火煮开后 小火不断搅拌 加入桃丁 拌匀 碗底撒上椰蓉 倒入牛奶糊 撒上糖丁 放进冰箱冷藏 切成小块 撒上椰蓉 桃子牛奶小方做好了 接下来做桃子汽水 冰块 柠檬片 桃子果酱 桃子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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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水 过河叶 桃子汽水 清凉解暑 牛奶小方很软弱 我们下次见 拜拜